《勒言经》上讲末法时期 就是讲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这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的预言 写思说法如横河沙 到处都是啊 说的这些佛法似是而非 总是叫你生烦恼 总是叫你不得亲近 我们如何辨别这些摩月呢 拿我们经题做一个标准就很好 我们这个经题修学的总纲领五个字 亲近平等觉 我们借除一切人死 使我们感受到的心底亲近平等觉 这是正法 这个没错 他说的再好 如果破坏我们亲近心 破坏平等心 让我们迷惑颠倒 这个法决定是邪法了 不是正法 所以佛在此地讲了 要用定会力 降伏摩月 你有定力 定力就是自己 有主宰啊 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这是定力 这是定力 会力是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你有能力 辨别邪阵 辨别善悟 辨别是非 这是会 然后你在外面境界 一切人死无 才不会被诱惑 境界限前 自己能够如入不动 我们才能够降伏摩月 我的范围非常之广 有人 有私 也有环境 所以是 顺境逆境 善云我云 只要是 障碍你修行 障碍你到夜 统统睡眸 这个必须 时时刻刻 要谨慎 有时候 很小心 很谨慎 开始递不过 我说 把魔当做好朋友 把魔当做知心的人 坏了 顺境里的有 逆境也有 善云也有 我云也有 换句话说 随处都有 随时都有 最重要的 还是在自己 自己要有智慧 要有定力 要把持得稳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才能成就 到夜的成长 通过磨练 成长的速度很快 但是退步也很快 不禁自退 这个社会 真正要是 会修行 也是个好时代 为什么 它对你的成长 是大幅度的提升 不这样的呢 它对你是 大幅度的伤害 你会大幅度的堕落 所以 古人说的一句话 心有不得 凡求助击 外面社会 没有善悟 善悟 完全在自己的心 你用心震 魔障都是善的 观观通过了 你成佛了 如果你自己 心情不善 把握不住 还有贪嗔之乱 敌不住外面的诱惑 你堕落得也很快 堕落得也很惨 古人大师 临风宗论里说的 静云无好处 瞬间逆境是一样 云是人四环境 好人坏人 也是一样 我遇到了 完全看我是 什么样的心态 来接触 善人对我很好 我感恩 决定不能有贪重 一游就坏了 我说 把你的贪翻倒引起来了 你云 我人 这云情在住 找你麻烦的 也是好事情 你能忍辱 没有愿恨心 你的那些怨恨 傲慢 嫉妒 都从这条魔光 磨贫了 好啊 你得大利益了 你想做一些好事 他障碍你了 这个无所谓 小事情 缘不成熟 不必放在心上 自己没有怨恨 瞬间没有贪念 好人往来 不生情之 我人不生怨愁 这个好啊 所以 对修行人 都是帮忙 是帮助你 是伤害你 不在外头 在自己 自己一念正 这倒是帮助 正面 自己一念错误了 那就是负面 所以责任要自己负责 不能怪境界 也不能怪别人 这就是 静面无好处 好处在于心 你自己用什么样的心 去对待 觉悟的心 全是好 迷惑的心 那就是真的张开来了 你要晓得用什么方法 降伏魔怨 定慧 这定慧重要啊 我们修行修什么 就是修定 就是修慧 定 是佛门修学的枢纽 不管哪一个法门 通通是修定 绝对不是只有禅宗才修定 那你就看错了 每一个法门都是修定 只是名词 设法不一样 其实内容完全相同 进途中念佛 修什么 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定 会呢 会不必修 会是从定里面生出来的 你得到定了 就开会了 小定 开小智慧 大定 开大智慧 我们要问 什么叫定 我在金刚经上 说得很好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这就是成定 很要紧啊 要修啊 不能不修啊 不修 我们往生就没有把握 你看这个关系多大 相 是外面一切禁接 不取 就是不执着 无论什么禁接 顺经也好 逆经也好 好人也好 坏人也好 通通不要放在心里 不要执着 这是外不着相 就是 不会有被外界 所影响 这是真正功夫啊 内不动心 不影响呢 就不动心了 不动什么心呢 不动贪嗔 吃满意 不动这个心 这个事叫 定会 这才能够 这才能够 降服 母音 我们的念头猜起来 无论是善念 无论是我念 要知道 真心没有念头 所有念头都是妄念 念头起来 你可把它打掉 宗门大德所说的 不怕念起 我们是凡夫 当然起念头 不起念头的时候 是圣人 是佛与法神菩萨 他们不起念头 三心 圣文原则 还是起念头 何况我们凡夫 所以念头 不怕它 起来之后 要救到快 不要让念头相训 这叫看破 这叫方向 不准念头相训 这是看破 这是智慧 用一个方法 把那个念头控制住 把念头打掉 这叫功夫 都会有 养成习惯 敬奏这个方法最妙 它就是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是智慧 也是成定 定会都在 这一句佛号里头 念头采取 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去而代之 换掉 妄念换成正念 念佛是正念 正中之正 要换得快 大师智菩萨说得好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一定见佛 他用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佛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最善了 纯净纯善了 心口纯净纯善 你的身之所行 当然是纯净纯善 这种事情 没人能障碍 这各位同学要知道 只有自己障碍自己 妖魔鬼怪 障碍不了 冤心带主也障碍不了 妖魔鬼怪 冤心带主 能障碍谁呢 障碍由 妄想分别执着的人 他障碍他 你把妄想分别执放下 他对你没法再障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